泰式料理出租 台中知名牛排館吃鬼也要搬家 甚至這間開了十年的知名餐廳 KIKI上個月中也傳出因為租約到期 遷離公益路 以往被稱作餐飲一級站區的公益路 一條路短短三百公尺不到 一個月內三間餐廳紛紛出走 距離公益路一級站區三公里遠的 這片地方餐廳腹地都比較大 店租也相對便宜 漸漸成為業者的新站場 原有的公益路商圈 店租一坪平均落在一千五到兩千五百元 甚至位在腳尖店的赤軌 一坪更喊到八千元 而新的公益路商圈 從公益路一直到易峰路四段 一坪店租行情落在五百到六百元 三公里遠價差就差了三到四倍 基本上因為低價稅造成的租金提高 大概會有三四倍之多 不堪虧損他勢必一定要往 比較外圍的商圈去發展 一樣是站區轉移業者更把目標轉向屯區 大理區德方南路到國光路 沿路開了近三十間餐飲店 包括陶板屋 老四川 品田牧場等等 就連連鎖品牌85度C 集團新開的小火鍋品牌 也選擇在大理插旗開設台中唯一一間旗艦店 一樣看準屯區發展 因為租金便宜 大理區又是屯區裡面人口密度最高 看好未來發展市場 看好這個地方市場的發展性 德方南路這條 算是它在大理地區的一起站區 餐飲業者另屁新站區提前卡位 商機現場先贏 TVH新聞將訊葉魯維新 台中報導